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首老曲 一座庭院 几杯清茶 并能享受午后阳光下的惬意生活 从先秦时期的古典王国到明清的昆明古城 微城市中心的昆明老街 经历了数个朝代的风云变换 这里的每一条街巷和胡同 无不记载着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往事 只有行走期间才能体会到 属于这座城市的气息和脉动 昆明老街 位于昆明市主城区 老街东起正一路 西至五一路 南起景兴街 北至华山南路 面积达到0.21平方公里 历史上的昆明城 南临滇池 北街市的山 因城行四季 故而有着灵归之城的说法 唐朝时期 南兆古国在此建拓东城 并派兵驻守 原朝时赛典市建立云南行中书省 至昆明县 老街也由此成行 逐渐成为昆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历史 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沧桑 昆明老街依然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 从一颗印到走马转角楼 古古典雅的民居造型 巍峨耸耸的牌坊 无一步彰显着老街辉煌的过往 从古至今 老街从不缺乏热门 商铺林立 酒楼茶寺 临次治理 奶奶络绎不绝 富敌云南的前王王室 曾在这里开设商号 大旅行家徐霞克也在此接马转流 老街浓缩着昆明经济和文化的精髓 也汇聚着百姓人家的生活乐趣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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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弹的是什么曲子 全是我们昆明本乡本土的 山歌花灯 昆明 昆明奇迹 动静音乐 优美的曲调 厚着亲切 听着热情 老街人 常把自己 称为家乡宝 平日里 他们宜然自得 安逸现状 一旦有难 也绝不推脱 宜然藏起那份 属于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而这样的性格和担当 正是来源于 几百年前的一段往事 零逢五十四年 朱元璋平定云南 作为征南大将的穆英 接到朝廷指令 就地驻扎 留守云南 当时穆英身知边陲之地 异常凶险 但更知边境部门 国家角度安保 身为满朝武将之表率 穆英不仅留了下来 还开始了一场 极为漫长艰苦的边城建设 收徒有责 这样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在这种危难的时机 穆英带领民众修筑了昆明城 昆明的第一个专程 就是从穆英手上建的 为确保一方平安 穆英建起了一座 牢不可破的昆明城 又从江浙安徽一带 迁军移民 驻军纯肯 一次 一个部落首领 斯伦发 集结三十万大军 进攻昆明 当时 城内守军 仅有十万 众人劝穆英 不要正面抗敌 聚守城中 万一失败 也有退路 但穆英却没有同意 他亲自提挂上阵 率军向敌方阵营冲杀而去 他挺身而出 就是战死 携杀疆场 来捍卫 这个地方的统一和稳定 因为一旦败了 明南将现有永久的混乱之中 决战时刻 穆英立下誓言 今日之战 有进无退 凭借着 破釜沉舟的勇气 和一如反顾的决心 明军最终大获全胜 自此 西南边陲再无大的战事 而穆英不惧马格古师 一心守土户边的美名 也由此传扬开来 他们就是肩负着国家建设边疆 发展边疆 所以这些人呢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不怕生死 这种精神 在云南人民 他又是世代相传扬 自洪武十四年入殿 穆英和将士们始终生活在一起 勤政暗淫 故此劳苦 十年时间 他仅回朝觐见过君主一次 前后不过十天左右 零洪武二十五年 因基劳成吉 年仅四十八岁的穆英 并是与云南认所 第一世前 他嘱咐子孙 勿要尽忠报国 世代相守 而这一首 便是两百多年 从穆氏家族开始 先居昆明的老街人 便把一份为国尽忠 为民尽责的精神 延续了下来 数百年之后 同样身居昆明的人 也以一身正气 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为老街人所敬仰 每逢周末 喜好诗词书画的老街人 便会相聚一谈 他们最常书写的是 明朝大儒 杨慎所作的林江仙 一首林江仙 不知诉说了多少英雄儿女的壮志豪情 然而 他的作者杨慎的一生 却过得颠沛流离 在离老街不远的西山山路 有一所生安寺 这位壮业的晚年时光 便是在这里度过的 整个规模的 明正的十六年 杨慎因直言朝中理智问题 而被扁云南 虽然身处异地 他依旧不见人生志向 以诗文表达民生疾苦 依次杨慎发现 地方豪生 以书军滇池出水口为名 勾结官吏 强占民田 牟利自飞 年近七许的他 不顾有人相劝 为民喊冤 他就奋笔记书 写了一首海口行 强烈地讽刺这些土豪猎身 这样子还不行 杨慎安那马上就 写一封这个措辞 比较强烈的这个 一封信 当时一下就流传开了 诗文的流传 让那些为非作歹之人 恨透了杨慎 他们纠结地痞流氓 试图阻挠他再次告官 当时许多人也好意相劝 一个戴罪之身 如若多管闲事 弄不好性命难保 杨慎安那一腔的热血 毫不在乎 我这个转眼 和我这个医生的学问 我不为别的 我就要为国家 为老百姓好 所以他呢 不欺负于这个牙利 把这封信的 一案的送到了这个官府手里 事不可以不鸿意 任重而道远 面对威胁时 杨慎一身正气 在他看来 这是君子的道义所在 最终 因为杨慎的坚持 官府中环百姓一个公道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流放生涯中 杨慎没有一刻消极颓废 始终心系天下苍生 当云南吐司起兵反明时 他高呼 此无效果之日也 汤海参战 当遇到地方官员 盘剥百姓时 他挺身而出 仗义直言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 他还写下一篇 自赞 启迪后人 灵力不敢先人 建议不敢后生 量无补一事业 要不服精心 利益面前 那是要避让三分 在这个益面前 要勇往之前 站在益的高度 维护老百姓的利益 真正的为百姓做事 而为百姓当责 杨慎 这位赞誉昆明为春城的本人 以他的针针铁骨 为世人所尽养 一代代老街人 传送着他的故事 也继承着他的道义和品德 一首林江仙 在老街传送了几百年 成为老街人前行的精神坐标 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 老街人挺身而出 毅然地走上了抗日救国的人生道路 1937年 抗日战争全民爆发 作为中国西南边陲的重要城市 昆明成为抗战的大后方 运输的大动脉 离老街不远的云南陆军讲武团 培养出了众多爱国将领 开国元勋朱德 叶剑英 就是从这里毕业 走上抗日救国的人生道路 在战火之中 昆明也成就了一所被后人铭记的学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仅存不到九年的大学 却是中国教育史上 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一座封碑 钱穆 陈寅 克等学者 相信在这里写出了一部部史学剧著 华罗庚在这里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 堆垒素数论 冰心完成了他的散文明篇 莫庐士比 沈从文 木旦 文伊多等人 都留下了无数诗篇和文章 在动乱的年代里 他们唤醒着沉睡中的华夏大地 这些时代的最强音 一遍遍地奏响在中华大地上 位于昆明老街的永道街73、74号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聂尔的故军 就在他出生的前一年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辛亥革命爆发 隐隐之中 这位少年的命运 也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今年84岁高龄的聂尼华老人 是聂尔的侄女 至今依然生活在老街中 你看聂尔的日记写着有 他有时候要叫妈妈讲故事 讲那个安安送礼啊 讲梁山伯业主音台啊 一边唱一边讲 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 聂尔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时候几个小伙伴还走建出一支乐队 在家练习演奏乐器 如果只是在欢乐中成长 也许聂尔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 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昆明 正处于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 当时地处西南异域的昆明 是各个军阀派系争夺的要地 在离老街不远的北门街江南会馆里 堆满了数量庞大的军火炸药 一天午后火药库突然爆炸 房子也炸得人死了 然后聂尔当时在上学嘛 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 他组织大家起来看医 救灾嘛 那次爆炸现场 深深震撼了这位少年的内心 那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 灾难中的人们是怎样的悲痛欲绝 更感受到了一个 雷若动乱中的国家和民族 所遭受的苦难 1935年 尼尔得知一部号召全民抗战的电影《风月儿女》 有首主题歌要写 当他看到歌词时 就被深深触动 那时 电影主题歌的辞作者田汉 已经被国民党当局 以宣传赤话的罪名逮捕入狱 尼尔深知自己一旦接手 他也会有性命之忧 但国难当头又岂能坐视不理 太贵了 当时开着他的黑名单 要逮捕他 逮捕他呢 他躲到那个朋友家里头 后来走的时候 我爸爸去送他 他们去到车站去送他去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 尼尔前往日本避难 到达东京后 他很快就完成了谱曲 并把定稿寄回上海 就在定稿寄回后不久 尼尔在一次游泳中 福气又大 年纪23岁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完整地听一遍 由他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5月24日 电影《风云儿女》上映 由田汉作词 尼尔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正式唱响 当时这首激昂奋心的歌曲 深深震撼了 正处于民族存亡之际的中国人 他游入战鼓 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 加入到保家卫婆 抵御外敌的战斗中 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伴随着中国人 走过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1949年10月1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 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相聚 那一刻 当尼尔的家人辙职消息后 久久无法平复 激动的心情 趁其国歌我就流泪 不知道这为什么 特别激动 我就觉得他这个 其实是替老百姓讲话的 利尔去世了84年 可是他说过了23岁 为什么人们还要记住他呢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他对社会有所贡献 这样的话呢 你的人生才有意义 对社会有所贡献 人生才有意义 尼尔的一生虽然短暂 但他却创造了无限的价值 他的事迹将永远被中国人所铭记 这一天正值周末 老鸡的一座展院里 传来一阵歌声 唱歌的人 都是从老鸡所出的铁道兵战士 退役之后 只要有时间 他们就会聚在一起 谈的最多的 还是当年修建成坤铁路的故事 成坤铁路 是共和国建设夫妻 中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 具有高度的战略 军事和经济意义 然而 由于地质环境特殊 成坤县上三分之二是崇山居民 到处深建密布 沟河纵横 工程难度 坦承世界难题 外国专家 就用那个说法说 你成坤县上的话 你绣不成铁路 为什么绣不成 他说因为这一千多公里的底端上 它是一个底子博物馆 有各种各样的底子灾害在里边 包括瓦斯 包括坨水短 还有里边出现底下水 就是底子情况出现的隔中的软件 都用可能在你成坤县上 都要出现 除了自然在汉秦发 在全长一千一百多公里的成坤县上 平均一点七公里 就要修建一座桥梁 或是打通一个隧道 由于当时装备简陋 战士们只能同手叛盘悬崖 在窍地上开山遭洞 随时终会遭遇危险 甚至牺牲生命 当兵是干啥的 我们仔细不清楚 清楚吗 是不是啊 所以当时我们这些人呢 周少迪也是从老街里走出的 一名铁道兵 当时他主要负责 陈辉县的勘探和设计工作 为此他的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能划错一条线 划错一条线 那个战士要付出多少的体力 甚至会牺牲战友 为了确保线路设计的精准性 周少迪会亲自到达每一个勘测点 当时他只有一根绳子来保护自己 因此在攀爬一个悬崖的时候 他遭遇了惊险的一幕 下去的时候荡来荡去的 就在那个石头上的 就在那个椰石上 就磨破了 磨破了就断了 断了我就滚下去了 幸好这个树还比较多 结果那些树就把我拖住了 即使前面的路再危险 也要闯过去 这是一名军人的职责和使命 周少迪的那次任务 有惊无险地完成了 但是这样的幸运并不会经常出现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 在一千多公里的城坑线上 有一千多名铁道兵战士牺牲 这个数字 相当于每一公里 就有一位年轻的生命士区 他们用血肉组成了这条交通大动脉 为中华民族的复兵 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 如今 幸存下来的战友们 每年都会前往烈士陵园 看望常年在那里的兄弟们 虽然岁月易事 但铁道兵们 无畏牺牲 敢于担责的精神 却涌驻世间 回往昆明老街 这里收藏着人们 世世代代的集体回忆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老街人始终热爱着他 因为这里的每一条街道和小巷 不仅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 更承载着所有人的梦想 人们沐浴着云贵高原的璀璨阳光 更享受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 近年来 人们对昆明老街进行了 一系列保护性开发 除了保留传统的古民居外 老街也汇聚着 现代的时尚与繁荣 每到周末 街巷里就能看到许多年轻人的身影 他们不仅是来老街聚会交游 更是在这片文化的土壤中 汲取灵感 创作出属于昆明符号的艺术作品 在正一方南段的马家大院里 常年进行着本土戏剧的创作和演出 其中昆明老街 酒倒茶 实景体验画剧昆明老宅 聂尔 都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艺术作品 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好地抒发 自己对家乡 对亲人 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距禁越来越把我们本土的文化 宣扬出去 让全国各地的乃至全世界的游客 到我们昆明来 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昆明本土的文化 这是一份情感的顾名 身为老街人 他们深深热爱本土的文化 希望能够把这份热爱 传递给每一个来到老街的人 如今 行走在老街上 每一处都能发现一份美好的回忆 无论是感受老物件的历史汤汗 还是在街道巷弄里 寻找儿时的回忆 老街总是会给人带来惊喜 它不像时代梦潮儿般的华丽时尚 但却同样不失樊华和乐趣 这便是昆明老街 一个坚扛着中华民族的命运 却依旧能够欢笑前行的地方